外表看似无害 沉浮却过于常人 最能被算计的星座 你上榜了吗 首先我们就要来聊聊巨蟹座 我知道我知道 说到巨蟹会怕的是真的晓得要怕 巨蟹可是一个非常敏锐的星座 敏锐到光听脚步声怪怪的 就知道你今天是不是膝盖不舒服 他们就是这么敏锐 所以咯 谁在算计它 你以为它会不知道吗 它心里清楚得很 不过巨蟹的世界里分成两种人 那就是自己人跟路人 比如说好友骗它前 巨蟹也会先理解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做 如果对方情非得已 巨蟹座也可以假装被骗哦 因为它是真的想帮你 但如果是外人想要算计它 那巨蟹座感受到它受到多少伤害 就会两倍的奉还给你 巨蟹不是那种给你致命一击的人 它是会一点一滴的消耗你的生命 比如假装要帮你 但其实在拖延你时间 让你没有时间找别人来帮你 而且巨蟹心里讨厌你讨厌得要死 表面上还是可以笑笑的 因为表态了就无法偷偷弄你了 夜深人静时 有时候巨蟹自己想到自己的心机这么重 也是会发痘的 如果摩羯座被你算计 那是他自愿的 摩羯座那么聪明 而且人工一流 一般来说 好汉是不吃言前亏的 但摩羯愿意吃 他们简直是握心尝胆的最佳代言人 因为摩羯看的不是现在 他的小本本中 有一个未来的十年大忌 只要你的地位比摩羯高 摩羯就不会轻易的反抗 但他会默默的累积 把自己壮大起来 有一天 他的地位名声都稳固了 能力也超过你了 那摩羯就会瞬间冷动你 这个冷动就是把你隔绝在他的世界之外 一步都不能靠近 所以那些算计过小摩羯们的 小心未来 连摩羯的车尾灯都看不到哦 天平有摩羯的野心 处女的洁癖 但一切都像他的守护心金星一样 包装在友善的外表之下 所以天平看起来是随和的 但其实他怎么会没有心计呢 吹毛求辞的不得了 也都想得很清楚 所有跟天平做合作过的人 应该都可以感受到那一股 终于摸到他们核心的感觉吧 吃了不少苦哦 因为他们总希望事情是 照着自己的想象走 天平觉得自己很努力 却不被信任时 或被人搞派系搞斗争 他就会变得非常暴冲 因为你不友善 我又何必友善呢 天平不但会别扭到 再也不愿意讨论了 而且会直接拉倒走人 他的内心OS是 想考斗争 那我就都把你们吓死 蒸汽型的天平 就会用我另起炉灶 然后做得越来越好 想办法把你比下去 来跟你斗 过得好 就是对敌人最大的出发 射手座有分两种 一种是安逸版 一种是维基版 安逸版的射手 个性是比较白目的 因为他很安逸嘛 所以他常常不知死活 得罪别人而不自知 被算计了也不敢报复 我遇过一个被巨蟹 设计过的射手 从此之后 这个射手就怕死了巨蟹的人 再也不敢靠近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本事 但维基版的射手 就不一样咯 他们会建立自己的人脉王 不管到哪个场合 你会发现 十个居然有九个 都认识这个射手哟 所以在小人要弄射手之前 他早已第一时间 就知道小道消息 提早准备你要弄它 而且射手 不要看他们大嘞嘞的 好像很乐观 但他们其实是 隐藏版的悲观主义者 所以他们对人性 才没有那么相信 看起来很乐观 朗朗后 其实私下处处提防 也不会掏心掏肺 能掏来掏去的 都是小东西啦 你也很难从射手口中 听到他的真实想法 误以为射手是傻白甜的人 那就低估了这一批 危机版的射手 射手的好人员 以及非常厉害的交际手段 是可以让他把讨厌的人逼走 笑到最后的哟 他们常常觉得 自己就是一天到晚 被人家算计 因为毕竟 他们重视小细节 所以对别人的话 习惯性的抽丝剥茧 心里会想 对方这样说 是不是在攻击我呢 还是他在挖坑给我跳 本来就是比较多心 所以他的心里 随时都在比较得失 绝不让自己吃亏 当处女座感觉到别人的欺负 自尊高的他们 也会正面的反击 用毒蛇直接攻击 要让你知道 你得罪的是谁 不是不会反击的哟 不管心里多么的不安 气势都不能输 如果遇到 实在是不能当场发作的场面 那么处女座就会搜集证据 拍照截图对话记录 把你的不利证据 通通搜集起来 找时间一口气公布 有一种狂妄型的处女 则是被算计了 也觉得自己顶得过去 别人是害不到自己的 通常下场是悲态的更惨 所以我们还是当谨慎型的处女 不要当狂妄型的好吗 老师那有没有什么星座 是很快被算计走的 最容易啊 来母羊座 母羊座就爱面子嘛 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赢 那他就无法委屈求全 他很可能一下就被斗走了 他就是靠气势 靠不断的发动攻击的那个强度 跟速度跟连续感来制胜 所以如果遇到那种很绵长型的对手 有时候就战斗力就弱掉了 其实呢回过头来 算计被算计 我觉得是站的角度不同 看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样 人际关系里 我们要来看待一下 就是当你觉得一个人是小人的时候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更多的是对方真的这么坏 还是我们太白目 或我们让人有机可乘 或我们也培养出了很多小人 因为他不弄你弄谁 所以做好自己永远是预防小人 最重要的第一个要做的步骤 嗨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心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